很没有安全感 这个角色说实话离我太远了 我不想重复了 我在想那不是我一直想要去尝试和挑战的吗 大家好 这里是陶陶艾嘎那 稍微有点激动 因为旁边坐的是胡歌 新人 对非常优秀 也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个男演员 今年他凭借南方车站的聚会 入围了嘎那的主经赛单元 首先也要先恭喜你 之前在网上就突然留了一张照片出来 就是坑丁在前面跟大家比招手 然后后面有你在后面像比欣欣一样的状态 我不知道当时你内心的OS是什么 其实我在拍男王车站的时候 我还跟调到聊过坑丁 有一个阶段是没有我的戏 他就关心我 说你最近都在干嘛 待在房间里 我说我最近把那个坑丁的片又翻出来 又看了一遍 他说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说我最喜欢第一个小说 就还聊到他 其实我事先是知道他会来看 但是我没想到他就在我们前面走后 当我看他真正的时候 我还是小小的激动了一下 就是这个生活中有太多的这个巧合了 当初您是怎么决定要接这个剧本 我觉得导演能够找到我 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了 我之前就是大部分拍都是电视剧嘛 电影拍的其实特别少 主演的就几乎没有 找我的那个时机也正好是 我在一个比较迷茫的时候 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我没有接戏 我一直在试图想看一看 就是说做一个演员 我还有没有更大的可能性 当时来找我的电视剧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会看到 在某一个题材上觉得 虎哥演的挺成功的 那么之后呢就基本上来找我的 都是那个类型的 那对我来说呢重复是一件 我觉得不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吧 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个这样的机会 没想到刁岛就来找到我了 挺惊讶的 我之前看过这个他的白日焰火 我在想那不是我一直想要去尝试和挑战的吗 结果他就上来了 是 是 而且其实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并没有觉得很陌生 因为刁岛给我的感觉和江伟导演很像 很儒雅 然后作者型的导演 他是编剧出身 对对对 他的文学性非常强 而且这个事件的脉络 包括这个人物的逻辑都非常清晰 与此同时我又觉得 对于演员的塑造来说 这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一个剧本 当然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因为之前你也说 这是你第一次真正的主演一个电影 幸好就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剧本 所以就一拍即合 让大家一起来运作了这个东西 大概准备这个角色用了多长时间 导演第一次找我是在17年的年底 然后我是18年的4月正式进组的 进组之前我也跟导演见过几次 首先表达的是我非常愿意来接受这个挑战 但同时我也很坦诚地告诉他 我说我心里没底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试过 这个角色说实话离我太远了 我没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导演一直在鼓励我 包括我的语言老师也帮了我很大的忙 他除了教我语言以外 他也会经常带我走这些传向 去到一些老城区 去看当地人的生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需要乔装打扮 第一次不是太成功 我第一次是 你还没发现 还不是很快 第一次是我穿了周曾农被淘汰的戏服 就是戏里后来是没用的 一身特别土的衣服 这个伪装的造型在汉政街非常的成功 在那个环境里面我特别融入 可是一到繁华的地区 市中心的地区就不行了 特别乍严 因为周围的人都穿得时尚 然后在那个地方就被认出来了 然后我就改变了一套方案 我在网上定制了一套保洁服 就是有帽子的 就是橘黄色的 戴那个荧光的反光条上的一个保洁服 后面还印了四个字 泽农保洁 定制的 自己的产业了 自从穿了这个衣服以后 我就可以在这个大街上特别自由的行走了 也不会被发现了 没有人会关注 只有同行 他们会看这是哪来的 然后一看 泽农保洁 公司多少钱 怎么有三十五千一斤 刚才您就描述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画面感 因为发现其实这个角色本身就是要隐藏 要常驻自己的一个角色 把这一明星的身份常入 变成一个普通人身份去体验 这过程其实就是在体验角色的心境 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和全新的一个挑战里面 我每天其实都处在一个挺焦虑的状态 也很没有安全感 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导演跟我说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 对 会不会被换了 我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不安定的这么一种感觉里 后来我发现我需要这种感觉 这个角色他需要这种感觉 对应角色的心态 包括这半年的时间里 我也有一些刻意的把自己孤立起来 我会感觉到导演他不喜欢有设计和有痕迹的表演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做的是 找到这个角色最根本的一个基调 因为如果说我每天想的是 我怎么样去设计自己的节奏 我怎么样去设计自己的动作 表情 语气 在导演这里我是过不了的 他的眼睛特别尖 就有时候可能多一个皱眉 他都会觉得过了 所以我就完全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我就从最里面开始去找这个感觉 其实这是你的一个转型 从电视剧开始一点点的 包括你对你自己的定位 包括你对你的表演 各种各样的转变 你觉得南方设计区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或者是一个必要的转换吗 不看结果 就只看过程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看这个片子我印象很深 就是周生龙这个角色是一个特别惨的角色 我只得惨 它两种 一种是外在的 就是你在里面又冒着暴雨去骑摩托 中枪 或者是被泡在水里 真的很惨 尤其是暴雨 另外内在就是你一直被人家追逐 一直躲藏 就是他很憋屈的一个角色 我的第一个考验是那场中枪 跌入这个泥塘 然后从泥塘里爬起来 很长的斜坡 我要爬上去 然后骑着车逃跑 那一次的拍摄还没有进入夏天 所以这个夜晚就是特别冷 而且那天又下雨 站在那不动的时候 动的不行了 就一直在发抖 就是特别冷 那个坡呢又特别难爬 因为上面全 看的时候你爬得很痛苦 那上面就是泥吧 我这个系里面穿的这个袜子 还是丝袜就特别滑 根本就找不到那个着力点 刚开始拍的头两条 就是我只能在原地 原地铺腾 根本就爬不上去 工作人员是后来 给我在这个泥里边 塞了那个木蝎子 让我在爬的时候 能够找到这个支点 但是呢 它又不能塞的太明显 又会穿帮 就塞的很深 这个着力的点又特别小 就拍了大概有六七条吧 感觉体力就完全耗尽了 但在那一刻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人物的感觉 说到体力 我有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 因为当时在看的时候 给我印象特别深 就你一个人在窝里绑绷带 丽与美是非常漂亮 一身的肌肉 你身材很好 这场戏是原先导演一直有 还是觉得你身材特别好 必须要秀一下 绝对是原先剧本里就有了 剧本里并没有写的这么的详细 就说具体是怎么绑的 筹备的时候 导演就早早的就跟我提出了要求 自己回去练 就给我挤卷那个绷带 你只有一个手能动 自己把绷带得缠上 让我自己回去这个设计动作 到了现场以后 导演又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说你得缠的有美感 就像在黑暗中舞蹈 哇 一听到跳舞 我是觉得我 这对我来说太难的一个事了 我就完全没有天赋 他说是看起来 很荒诞 但是又 很优美 悲情的一种 一种舞蹈 谈的时候其实很有节奏感的 他不是说一下子就全缠 就是一动一动 他那个节奏感是非常好的 我发现您其实是一个 对自己有很强规划的一个人 你开始不接电视剧 很多的接电影 而且这种规划是非常明显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就是我看似是一个 对自己的事业未来 有理性规划的人 但其实我所做的一切的决定 都是感性为止 我不是一个给自己制定规划的人 我只是觉得 我不想重复了 我只是觉得 我想再看看自己 还有什么空间 所以说接下来 你还要继续在电影 这个方面去挑战更多吗 昨天 首先是 感动 让我觉得 我选择对了 我会继续走下去 第二 我是昨天看了 自己的表演以后 我觉得 还能更好 还能提升 对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就到这 感谢大家来收看这期 陶陶艾嘎娜 然后也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南方车站的聚会 因为这个才是今天的核心 然后以后我们也更期待 胡歌能带来 更多 让他觉得忐忑不安的角色 更多挑战 谢谢陶陶老师 好 那今天就到这 然后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